這...就是你們所期待的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相信各位都是一個完全不意外 但也十分期待的心情 點進這部影片的 畢竟 10 月開賣的這兩款 iPhone 都全買了 11 月的 12 mini 與 12 Pro Max 我想我是沒理由不評測了 不過比起 10 月的這兩支 正台的這支 mini Pro Max 更加吸引我 首先 mini 的部分 我應該不用解釋了吧 最初我頻道一陣子的觀眾 一定知道我近幾年正式成了小手機控 比起更大的螢幕 這種舒適的手感對我來說爽如真的更高 更不用說 iPhone 12 mini 的尺寸 又比我手上這幾支更加小巧了 比 4.7 吋的 iPhone SE 還小 絕對是我近年評測過最 mini 的手機 呃...這支出外了 早就我買 12 mini 的理由已經成立了 那麼 Pro Max 是哪以吸引我呢? 原因很簡單 那就是比 Pro 還要更 Pro 的相機規格 嗯...這支 iPhone 12 Pro Max 的相機 又跟 Pro 不太一樣了 再詳細一點講 就是感光元件與望遠鏡頭的升級 而再詳細講的話 12 Pro Max 的望遠鏡頭 從本來的 2 倍變焦變成 2.5 倍變焦 然後感光元件比 12 、 12 Pro 都還大 比它們還大 47% 大了接近一半 此外 Pro Max 主鏡頭的防手震技術也更加強大 這個等後面的拍照環節再來深入探討比較 然後順帶一提 這支就不像上次那樣還分開箱與評測兩部影片囉 畢竟我對 iPhone 12 系列的看法也講得差不多 這裡就不花篇幅講了 有興趣的可以先點這裡或是加入稍後觀看囉 總之就是因為 12 Pro Max 獨佔了當今 iPhone 最強的相機功能 才是我對它有興趣的主因 沒意外的話 接下來一年我都會拿它當作戶外錄影機 加上往後手機拍照的對照組了 雖然這尺寸對我來說真的... 嗯... 沒辦法蘋果今年要像這樣定規格 我們也只能接受了 那麼應該也有觀眾好奇 這次的購買過程順不順利呢? 好啦 我跟我爸拿著一台手機 一台平板 一台筆電 準時在那邊卡位 結果九點到了 網站瘋狂重整一讓不讓我進去 我就這樣看著網路上一堆人搶到的第一批貨 結果我這台還是天殺的黑迪彩色蘋果 等到終於讓我連進去了 太好了 已經八分鐘不見了 喔對 在這之前我已經先打好要搶的手機還有付款資訊了喔 問題是現在... 有什麼用? 別說最難搶的 Pro Max 第一波早就搶完了 我連好險很多的 mini 都沒辦法讓我進行下一個步驟 那個時候我都矛不住你知道嗎? 總之後來這兩支手機全是我靠友情之力拿到的啦 但這種自己搶不到的感覺真的蠻糟的 講了那麼多喔 終於要開箱一下了 那我們就先從最好的 iPhone 12 Pro Max 開始吧 看官們麻煩帶上你們的耳機喔 沒錯 這次我還是選擇了金色款 有想當初我在念 12 Pro 的金色是要白不白要金不金的 不過後來想想 白色是我喜歡的顏色 金色的珍貴感我也很愛 這樣我應該也會很喜歡 12 Pro 的金色吧 所以我還是決定金色了 好理由很嚇 我知道 當初其實還有在考慮白色啦 對它的白色一直很有興趣 反正我還有一年的時間考慮下來它要買什麼顏色啦 那麼如果跟先前的 Max 尺寸比較的話 會發現這次 iPhone 12 Pro Max 又更加大支了 之前 10X Max 跟 11 Pro Max 的螢幕尺寸都是 6.5 吋 而 12 Pro Max 則一舉來到了 6.7 吋 成為了目前唯一一款螢幕最大的 iPhone 雖然上次也說過 這代的螢幕變框又縮窄了些 但帶了 0.2 吋的結果就是機身依舊變大了 加上變框變得方正的關係 使得單手握持使用的難度又明顯多了一個等級 這就看你怎麼取捨了 那麼剛剛檢查了一下 慶幸的是這次變框也沒有任何瑕疵 進一波對鈕也是完全近時的 既然在 Pro 上面說的變框公差問題 在這次 Pro Max 上面也還好 那麼也稍微跟這次的藍色款比較一下 好吧 畢竟這種低調質感 還是金色這種閃亮亮的感覺我比較喜歡 可能我就燒包吧 那除了比較大隻之外 Pro 跟 Pro Max 的外型基本上就沒任何差別了 鏡頭有做升級 但從這裡也看不出來 一樣四眼怪 所以 我們直接來開箱 iPhone 12 mini 吧 你們 準備好了嗎? 那麼我 mini 選這顏色 各位應該比較不意外了 當初就是超級看上這代沒那麼紅的紅色 不像前幾天那樣的鮮紅 這個帶了點桃紅的感覺 我覺得很特別也很耐看 紅色的平面邊框也是現行 iPhone 上面從來沒有的 然後我真的要說啦 這個手感 這個手感啊 要不是現在正在錄影 我早就對它 啊 怎麼樣 算了 沒事 那麼雖然大家已經看過很多次了 但還是允許我拿以前四寸的 iPhone 來比較一下吧 我只能說這幾年來的謠言 終於成真了 打從三年前 iPhone X 問世之後 就有人開始想像這種有劉海的小尺寸 iPhone 了 甚至開始有著 第二代 iPhone SE 就是長這樣 的傳聞 是的 有許多人依舊喜愛 懷念著以前 iPhone 那既方症又小巧的經典機身 而我當然也是其中之一 如今 雖然第二代 SE 不如傳聞亮的設計 但我想現在這樣 是個好的結果吧 畢竟機身整個縮小了 但它的規格是沒說誰的喔 同樣採用了最新的 S14 處理器 螢幕同樣是聽起來超下趴的 Super Retina XDR 鏡頭組跟 iPhone 12 一模一樣 一樣有超廣角夜景模式 一樣可以錄 HDR 影片 當然跟 Pro 比起來還是差了一點 但你也不能說它閹割了什麼 對吧 這就是為何我那麼喜歡這支 iPhone 12 mini 的原因 畢竟小手機在這個市場上就是相對小眾 小眾的東西廠商就不太願意花心力去開發 即使做錯了小手機 那個規格通常也不會太漂亮 所以很高興蘋果在這方面有顧到我們 總之 iPhone 12 mini 絕對是這部 iPhone 裡面最具話題性的手機 因為喜歡小尺寸的會超愛 對小尺寸沒興趣的 也會因為它前所未有的設計而亮起眼睛 雖然在台灣這個邪愛大手機的市場 絕對還是 6.1 吋甚至 Pro Max 會賣更好啦 說到這裡就來跟 Pro Max 比較一下大小吧 iPhone 12 Pro Max 是 6.7 吋的螢幕 而 iPhone 12 mini 是 5.4 吋 硬生生小了一大姐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最萌升高差嗎? 而且這畫面某方面也有著 iPhone 發展下來的影子 從以前賈博士強調的一手掌握的黃金尺寸 到後來迎合大眾推出這種碩大的手機 雖然銷量的確證明了大手機的受歡迎程度 但有時候我也會好奇 此刻在天上的賈博士會最後的感想就是了 然後跟大家講一個一直都存在 但很少人察覺到的冷知是 很多都知道正確寫法的 iPhone 那個 P 是要用大寫表示的 然後像是 Pro Max Air 等字樣 它們的第一個字也要用大寫 しかし 你有注意到嗎? 我們的 Mini 它的 M 就是用小寫來表示了 而且不只 iPhone 喔 蘋果的其他 Mini 全部都是小寫的 是因為要搭配 Mini 那個 Mini 的意象嗎? 底下留言歡迎提出菜色或證解 因為我真的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啦 在開機之前 來帶大家看看這兩支 iPhone 的規格吧 首先從 12 Pro Max 開始 那我直接列出全部吧 畢竟大部分內容跟上次介紹的一樣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我特別標示了 首先螢幕部分就是更大 但比例一樣 那麼解析度也隨著螢幕大小而提升了 這也是 iPhone 有史以來最高的解析度 但... 那個更新率並不如某些創演所說 跟其他款一樣 都只有 60 赫子 處理器就在 S4 這個不用提了 記憶體跟儲存空間雖然與 Mini 不一樣 但與 12 Pro 相同 那也一樣沒有 SD 卡與第二張 SIM 卡槽 但有數位 SIM 卡 也當然支援這支蘋果最愛講的 5G 電池容量是這支 iPhone 12 系列最大的 3687 mAh 但相比於上一代 11 Pro Max 的 3969 還是小了一些 至於 12 mini 除了螢幕是這幾支最小的 解析度也降了下來 成了 1080p 但事實上 它的像素密度是這幾支裡面最高的喔 12 Pro Max 的密度是 458 ppi 12 mini 則達到 476 ppi 雖然沒有寫輪眼的應該都看不出差異啦 都超氣質的了 絕對都比之前 SE 跟 11 的 300 多 ppi 要好多了 其他規格我就不說啦 除了電池更小之外 都跟 iPhone 12 沒差別 那麼它的續航力如何 到時候我兩支也都會測給大家看 然後剛剛忘了檢查 這是 iPhone 12 mini 的變框也一樣沒有問題 但是靜音波動鈕的部分呢 就有一點鬆動了 所以以我今年這樣子買四支 iPhone 來講 論變框而言 量率是沒問題的 只是靜音波動鈕的部分 四支中了兩支 以追求完美的蘋果來講 這個公差要好好加油了 好啦 就可以開機一下了 各位能看到這個畫面 都是我的荷包躺鞋而成的啊 那麼盒裝配件部分 就跟上個月也開的一樣 唯一的差別在於 紅色孔會附這個 Product Red 的紙張 總之我會比到上個月 輪流使用這兩支手機幾天 然後再告訴各位 我的心得與想法 還有拍照等等的評測結果 不過 我則是決定先從 12 mini 開始用 爛的等更新啦 直接換卡 沒有人阻止得了 我握著小東西的欲望 那麼我與 iPhone 12 mini 與 12 Pro Max 的生活 正式 開始囉 好 在輪流用了這兩支手機一陣子之後 我來告訴各位 我對他們的心得吧 在這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時開完這兩支手機之後 我終於能理解 為何大家都說 iPhone 的盒子 有一種特殊的氣味了 因為這淡淡的味道 就這樣在我房間 持續了一整天才散掉 不過這味道 對大多數人來說 應該算好聞的啦 而且不像我這樣開箱四支 iPhone 的 應該不自己會主動聞到這機會才對 好啦 那我就從當初先用的 iPhone 12 mini 開始介紹吧 嘛 雖然它確實是一支讓我一支興奮的手機 但老實講 實際使用的第一印象是有點小空分的 仔細筆對之後可以發現 12 mini 的瀏海其實也是跟 12 甚至 12 Pro Max 一樣寬的 沒有因為變小隻而縮窄瀏海 所以如果你是從之前瀏海 iPhone 換過來的使用者 可能要花時間習慣一下這個被縮很窄的狀態欄了 同理在看影片或打遊戲的時候 也能更明顯感覺到這個瀏海的存在 不過這種小問題當然很快就習慣了 最重要的還是這夢寐以求的迷你手感啊 計算是 iPhone SE 之後 真的很久沒用到這種一支手 就能碰到螢幕上所有地方的手機了 更何況這次還是這支全螢幕的旗艦機呢? 在這個大家都用大手機的年代 拿出 iPhone 12 mini 你就是人群中獨特的存在 且這代方正的機身 也使穿多保護殼更加的容易 以 12 mini 的尺寸 藉此穿了保護殼也不會犧牲掉手感 然後你以為我要開始攻上犀牛盾了嗎? 才沒有 你想太多了 只是當然啦 這種特別窄的機身 雖然單手握起來很舒服 但在打字等需要機器的操作上 體驗就不如其他幾支了 需要花一點時間去習慣才能打得準 但慶幸的是在觸控方面 並沒有因為螢幕縮小而失去 iPhone 一貫的優秀表現 加上不用懷疑的 S4 處理器 打遊戲其實還是有一定爽度的 但當然還是不及那些大手機就是了 至於你問我 我挑的這個紅色 在實際買來使用後有覺得後悔嗎? 喔 拜託 簡直越用越喜歡了好嗎? 無論拿在手上還是放在桌上 它能夠散發出一股難以忽視的燒氣 嗯 對不起 身為一直以來的白色控 這次就允許我兵騙一下吧 而且配上這小小的機身 也不會有那種紅一大片的刺眼感 出門時我都可以拿它出來秀一整天了 呃 出門的同時也請自備行動電源或開啟省電模式吧 它的續航力是真的不夠理想 先見我出門整天 開著5G 時不時拿出來拍照錄影滑攝群 就已經用行動電源完整充兩次電了 那這也是在這尺寸下想有旗艦規格所無法避免的事情了 總之有關續航力的部分 我等等在一起統整給你們 現在先來說說iPhone 12 Pro Max吧 嗯 我一舉從這大最小支的iPhone 換成了十張最大支的iPhone 這個攝影期大概...十秒鐘吧 哼 畢竟我今年好歹也是臥機無數的老江湖了 這樣的尺寸對我來說算什麼呢? 嗯 起訴我是抱著如此之傲的想法啦 但在實際使用一陣子之後 我開始有種話別說太早的回憶了 它是真的很大 以我這種手不大的人來說 單手使用吃力了不少 此外補充一下 iPhone 12 mini 的重量為133克 而12 Pro Max 則是226克 機身寬度方面 Pro Max 更是超過了7.8 公分 硬是比 ROG Phone 3 還要寬一些 加上方正機身 單手手感還要再扣分 其實別說單手了 就連雙手使用 如果不找個東西靠著的話 我可能五分鐘後就開始手痠了 更不用說平常在外面 這樣一次拿好幾隻手機側拍照了 真的好幾次差點不小心手滑掉到地上 不過好險 我有run no shot 犀牛盾的加持 讓我不用擔心手滑的那一刻 沒錯 上次的iPhone 12 都有了 Mini 跟 Pro Max 怎麼可以缺席呢? 這次也來繼續給大家欣賞一下 新推出的寶可夢款式吧 無論你想用一提式保護殼 還是可以更換背板的樣式 都有很多種可愛又好看的圖樣給你做選擇喔 尤其我更喜歡這種可更換背板的MOD NX 除了按鍵的許多部件都能制定顏色之外 也可以拆掉背板 露出手機的質感美背 搭配新牛盾強大的3D 撞撞貼 保證能給你全方位的防護 有興趣的就點進影片下方網址 輸入我的折扣碼並享有優惠吧 好啦 切回正題 Pro Max 的手感插歸插 但這塊大螢幕換來的當然是視覺上的超高爽度 與 12 mini 等寬的瀏海 也讓頂部看起來開闊許多 雖然跟 Android 陣營比 還是能體會到現實的殘酷就是了 沒辦法 這就是 Face ID 模組的代價 喔 不過說到 Face ID 上個與 iPhone 12 的評測中 那個讓我不爽到極點的解鎖密碼延遲問題 到了 iOS 14.2 之後終於是解決了 感恩蘋果 贊贊蘋果 至於我選這個當初嫌棄後來真香的金色 如今有沒有後悔不挑其他顏色呢? 哼 光我的直覺都是對的 老實講 背面這個淡金色 我依舊還是認為上一代的較為好看 但平面的計測亮面邊框 放在桌上 它就是個精品般的存在 那在手上也就能看到角落耀眼俐落的金邊 這種高貴的滿足感 都是其他顏色還有上一代都比不上的 但那個金色獨有的抗指紋塗層 真的沒啥用就是了 所以裸機派的請隨身攜帶一條試鏡布 並時常清潔你的遊手 以獲得最佳觀賞體驗喔 不過比起這個難照過的邊框 背面這一大片淡色的霧面玻璃就好搞很多了 除了怎麼用都不會髒之外 絕佳的觸感在使用上真的是一大享受 也算是彌補了一點不好的手感了 再來看看它們的喇叭外放表現吧 究竟最小的12 mini 與最大的 12 Pro Max 有多明顯的差別呢? 我們來聽聽比較一下 表現的差別很少 我聽聽看 嗯,12mini终于还是逃不过小手机的空间限制 无论音量还是音质上都比不过12 Pro Max 但12 Pro Max在高频部分依旧还是有破音的情形 总体来讲我还是比较喜欢S20的表现 再来也有很多观众问我 这次iPhone 12爆出的荧幕灾情我也有没有遇到 其实我是比较晚得知这消息的人啦 因为...我在使用上根本察觉不出有哪里异常 总之有不少用户指出他们的iPhone 12系列 在白色画面下有偏黄情形 以及在暗光情况下会有明显偏绿 好,那我这里试试iPhone 12的情况如何呢? 首先来看白体偏黄的状况 在亮度尽量设定一致 并关闭夜览与原彩显示的情况下 正面看来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当我们往侧边看时 居然发现iPhone 12的荧幕侧看确实有明显偏黄 但...我这样用下来是觉得不影响啦 平常正看手机时根本感觉不出差别 我觉得就是良率的问题 而正问题在手机界已经不算少见了 至于暗光偏绿的情况 在纯黑底时没一直有问题 但如果萤幕调缀暗并显示灰色的时候 其实能看出它们都有些许的色偏 尤其12mini的偏率明显一些些 但...别说上一代11 Pro也会色偏 就连同位顶尖萤幕的S21也不是纯灰色 骂,说穿了就是AMOLED的通病 想要避免这问题就是去找LCD的萤幕 而且12mini的色偏情况也已经算不严重的了 比它糟的旗舰手机多的是呢 这次我在日常使用基本上也感觉不出哪里不对劲 当然啦,也有可能是我刚好没中奖 我不敢依此断定网络上的灾情 就只是我拍出来的这样而已 针对这个偏率问题 苹果也表示会在未来软件更新中解决 有遇到的各位就...等等看吧 好啦,在进入相机部分之前 先来谈谈大家好奇的电池渲航力吧 首先12mini的表现究竟有多不好 经过我的5小时半测试 不开启5G的情况下 最后仅剩19%了 就如我刚刚讲的 外出记得带行动电源或开启省电模式 再来我先跟各位修正一下 上一次我看iPhone 12 Pro 其实是因为某些设定没有调好 才会造成续航成绩如此优异啦 经过我再一次的准确测试 结果为33% 表现趋近于Pixel 5 以这个尺寸来说依旧算不错的表现了 不过我以为上次错误的数据跟大家说声抱歉 至于电池最大的12 Pro Max 测试结果为40% 基本上能满足白天到晚上的使用 但如果有开启5G 有玩游戏的话 它的吃点情况当然还是会加剧的 OK 来谈谈相机吧 先从镜头部分开始 12 mini 用的就是跟12一模一样的镜头组 功能与表现就是12那套 今天比较需要探讨的是12 Pro Max 虽然主镜头的画素与焦段都一样 但感光源键增大了 望远镜头也从12 Pro 的两倍光学变焦提升到2.5倍 但请容许我打岔 骂一下苹果 到做发表会时 他们提到iPhone 12 Pro 具有4倍的对焦范围 而12 Pro Max 也有5倍的对焦范围 点进官网 前面也是用这样的文案来形容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奇怪 我不是说2.5倍吗? 没错 关键就在范围这两个字 因为苹果把超广角镜头给算进去了啦 超广角镜头可以缩小2倍 也就是0.5倍 搭配望远镜头的2.5倍光学变焦 2.5除以0.5的确是5倍的变焦范围 苹果没有广告不识 但问题是谁会这样写啊 这只是苹果为了让书籽比较好看 所延伸出的误导人的话术罢了 我个人是相当讨厌这种手法的 不过话术归话术 12 Pro Max 的相机真的独占蛮多升级的 各位还记得我一开始说的 更强大的防手震法 简单来讲 它不像普通OIS手机那样 靠着位移镜头来达到稳定 iPhone 12 Pro Max 采用的是 移动整个感光元件的方案 还是没概念也没关系 国外知名呱呱男YouTuber 直接把镜头模组拆开给我们看了 一般的OIS 比如iPhone 12 Pro 只有镜头部分是做成可移动的部件 底下的感光元件则是固定住的 那12 Pro Max 妙的地方 就在于它是移动整个感光元件来达成稳定的 其实这样的稳定手法 在代言相机上也不算少见 但在手机上 iPhone 12 Pro Max 是目前唯一一师这么做的 评估一表示这样将能获得更加精确稳定的影像 哇 到时测试看就知道了 那么各位也可以顺便看到 12 Pro Max 的感光元件确实是要比12 Pro 大上一些的 这样的成长真的只会带来优点吗?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次就不拿上一代11 Pro 进来比较照片啰 总之12这代的调色风格 通常要比上一代新鸣一点 其他详细区别 各位可以点上个月的影片啰 这次我们主要以12 mini 12 Pro Max A1020 与Pixel 5 来进行比较 那在这种谁拍都好看的场景下 12 mini 与12 Pro Max 不意外的根本没区别 超广角镜头就更不用说 毕竟都同一颗嘛 这种没比较价值的照片 我们就省时间快速带过吧 直接来到望远镜头的部分 那我们也拿两倍光学变教的iPhone 12 Pro 回来比较 看看2.5 倍的 Pro Max 好在哪 不意外的 每望远镜头的12 mini 直接淘汰 但这次12 Pro Max 也依旧看不出差别 那我们将四下三次拉到10倍的话呢... 嗯...再放大来看 这个差别就出现了 12 Pro Max 能带来比12 Pro 细腻一点点的画质 但真的只是一点点而已 而跟搭载混合变焦的 S20 比起来 细节也是胜出的 S20 只是平滑过 让你觉得比较好看罢了 而在白天逆光的场景之下 12 Pro Max 的大感光优势也不怎么明显 不过我看上一部影片的就知道 这次 iPhone 12 系列的 HDR 其实是有进步的 跟其他这两支比起来 综合表现也是胜出的 这个是 12 mini 也有的力量哟 至于实物部分 两支 12 的风格一样比上一代新艳些 现在已经是 Pixel 最朴素了 白天开启人像模式后 12 Pro Max 的 LiDAR 感测器 好像也跟 12 mini 相差无几 边缘处理的部分还是没有 S20 那样俐落 但如果像上次那样拿透明9倍来考验人像模式 其实可以发现 两支具有 LiDAR 的 Pro 与 Pro Max 基本上没区别 而且...都还是会有翻车的时候 虽然已经比什么都没有的 12 mini 好像不少 但这次的主体就有一点跑掉了 只能说这样的考验还是有点为难他们了 那么在夜拍环节开始前 先来点不一样的吧 这张是我拿 12 mini 与 12 Pro Max 拍的照片 先不论画质那些的 我们直接往背景放大 嗯 有没有发现 12 Pro Max 的背景是更为模糊的呢 这其实是较大的感光元件所带来的前景深副作用 然后还没完哦 我们将这两支手机的焦距调到最近 可以发现 12 Pro Max 的最短对焦距离 比 12 mini 远上不少 换句话说就是 12 Pro Max 的主镜头是不擅长拍镜物的 这也是先前不少网友在谈论的问题 但...其实这是大感光元件所造成的硬体妥协啦 想要少调码拍镜物什么的 就请切换到望远镜头吧 而且好玩的地方是 此时感光元件与 mini 一样的 12 Pro 最短对焦距离确也长了些 我猜可能与 LiDAR 模组有关联啦 不晓得各位有什么看法呢 不过此时你们应该更好奇我使用的这款软体吧 它是款第三方的专业录影软体 ProTek 许多相机参数与辅助项目都可以在这里调整 调打原厂相机 刚刚的对焦就是在这里调整的 还可以设定 AB 点 超方便 哦 然后这不是业配啦 我连专业版都没有买 想要介绍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这个 人像录影模式 因为它是真的可以利用 12 Pro 上面的 LiDAR 与人像录影 这个就真的是 12 Pro 与 Pro Max 图战的啰 其他 iPhone 都只能靠软体辅助了 至于录下来的结果如何 各位看看这个吧 虽然没错 瑕疵看似还是很多 但我们看看没 LiDAR 的 12 mini 表现 嗯 差别还是明显存在的 好啦 题外话聊完了 回到原厂相机进入夜拍吧 那么这样的夜拍效果究竟有没有更好呢 我们直接来这张在非常暗的场景下拍的照片吧 每次拍这种照片我都要先强调实际上很暗 因为现在每只手机基本上都可以把黑夜拍成白天了啊 只是你看 这次 12 mini 感觉表现也很不错 到我们放大来看后 好啦 其实也很接近 12 Pro Max 了 细节稍微没那么清楚 但没仔细看根本不知道差别在哪 在这场景之下可为实力相当 但是到了逆光的夜晚 故事就大不相同了 先不放大来看 其实就能从下面两条灯管 发现 12 Pro Max 的亮光压得比 12 mini 还要好 如果再往暗处放大之后呢 各位观众 看看 12 Pro Max 这个细节精致度 一局打破的 12 mini 与其他手机啊 这个大感光元件总算真的派上用场了 虽然耀光现象依旧还是比其他 Android 手机都严重就是了 该不会要变成 iPhone 传统了吧 不过大感光元件的优势不仅如此哦 容我偷跑一下录影部分 看看即安之下的表现吧 先看看 12 mini 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方形物体是什么吧 而且虽然还是对得到焦 但这个对焦速度就明显不如白天了 好 我们换到 12 Pro Max 是不是就能看出我拿的是这罐上次共伤洗大家脑的如意的呢 好啦 别紧张 这部影片真的不会再有共伤了 只是除了它录得清楚很多之外 这个对焦速度真的也很惊人 嗯 此时 LiDAR 的加持在这里也显而易见了 只不过刚刚是极端的环境下啦 在一般这种夜晚的场景 两者的录影画质是几乎没差别的哦 只是刚刚说到 LiDAR 各位还记得上市 iPhone 12 与 12 Pro 在超暗的人像模式下 也因为 LiDAR 的有无而差别显著吧 所以 12 mini 不意外的直接被刷掉 倒是我更加好奇 12 Pro Max 更大的感光元件 能不能在人像模式中更胜一筹呢 嘛 杂讯是少了些啦 但细节上真的没有比较好 相比于刚刚那个逆光场景 这个就比较平淡无奇了 至于这代新增的超广角夜景模式 由于这个 12 mini 就与 12 Pro Max 一模一样 有兴趣的各位可以先暂停仔细看 我就快速带过啦 前镜头部分也是如此 差别就只有 Pro Max 太大只 不好拿着自拍而已 在逆光的情况下也都一样有不错的表现 而且写实风格也是不变的 直接进入上次没仔细聊聊的一大重点 Apple Pro Raw 吧 所谓 Raw 档 就是一张能储存最多最原始色彩讯息与参数的照片 比起一般压缩过的 JPG 档 Raw 的档案更大 修图攻击也更足够 其实我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 正式的 iOS 版本是还没开放这功能的 我是自己另外去安装 iOS 14.3 的 Beta 版 才能事先开启帮大家介绍的喔 而在使用 Pro Raw 之前 也要先进相机的设定将 Pro Raw 的选项开启 才能在相机里面找到开关 而且让我蛮意外的地方 在于 Pro Raw 不仅主机头可以开 就连前镜头也能用 超广角与望远镜头也都能用 还可以开启夜景模式啊 这点我就又要跟大家道歉一下了 原来 iPhone 的 Pro Raw 跟其他手机一般的 Raw 还是不太相同的 我先解释一下 通常手机都会在生成 Raw 档同时 也生成一张压缩过的 通常为 JPG 格式的照片 而 iPhone 的做法也是如此 而从这里能看出 S20 即使是这张 JPG 照片 也是几乎没经过相机处理美化的 毕竟是透过手动模式拍出来的嘛 目前几乎所有 Android 手机厂商也都是这样的做法 但 iPhone 的 Pro Raw 就妙了 从相簿去看 它竟然还是一张已经有 HDR 等处理过的照片 就跟平常拍出来的一样 但事实上那只是 JPG 档的模样 它所产生的 Raw 档一样是未经过处理的 只是这就跟普遍 Raw 模式的做法不一样了呀 亦记有了 Pro Raw 你可以在享有相机软体所有 AI HDR 夜景模式的同时 还能得到一张富有修改潜力的原始档 而 iPhone 原始档的编辑方式 就跟一般手机相机没两样啦 这里也丢上几张我拿 Pro Raw 随意修过的照片给大家比较 然后我还是要提醒各位 这功能目前只有 iPhone 12 Pro 与 Pro Max 才能享用喔 因为两支机子更新上去也是得不到的 只不过先前提过的 HDR 10-bit 录影 就是全 iPhone 12 都有了喔 虽然非 Pro 系列无法录到 4K 60fps 但这个影响就比不能拍 Pro Raw 小很多了 好啦 那就正式进入录影环节吧 各位还没忘记这次 12 Pro Max 还有个会动的感光元件吧 那么在这时下能不能带来进一步的稳定 首先可以看到在下楼梯的时候 12 Pro Max 的画面抖动确实更小更自然些 这还是在单手握持 4K 60fps 录影的情况下呢 只不过走路池两者的差别就很小了啦 毕竟画面都非常稳定了 只是在激烈跑步的时候 你还是无法射求 GoPro 般的稳定啦 这个时候两者的差别也很小 因为... 晃动都是一样大的 那么超广角镜头的录影部分我也不多提啦 相较于上一代都有好一些的稳定度 前镜头的录影也是如此 顺带一提 他们的前镜头也都可以用 HDR 10-bit 来录哦 虽然会拿 iPhone 前镜头录 HDR 影片的人 应该没几个就是了 好啦 总之以上就是今年这两支最让我期待的 iPhone 开箱评测 这次虽然是两支尺寸与价格都相差盛大的手机 但我这样使用下来的感想还是与上市类似 但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除了当然尺寸与续航力上有差之外 其他使用体验是不会差多少的 12 Pro Max 适合一定要大手机与望远镜头 或者是想要精品般的质感 又或者是需要 RAW 拍照 HDR 摄影的专业用户 而 12 mini 则适合那种家里有大萤幕的 iPad 可以耍费 出门又想要轻巧方便手感的人 那么如果我是一般的消费者 假如不论预算 这四支 iPhone 12 系列我会选择哪支呢 好啦 你们应该也猜出来了 绝对是 12 mini 唯一首选 而且一定也是红色的款式 虽然在某些功能上必定要有所取舍 但这始终优异的黄金手感 是其他三支手机永远比不上的呀 我本来说一句只会留下 12 Pro Max 作为拍照比较手机 现在 我开始舍不得卖掉 12 mini 了 各位想买的抱歉 但我决定先留下它爱惜一阵子了 那么这几天前我也有破一篇文 看大家有没有关于这支 iPhone 12 的问题想要我回答的 现在我就来挑几个问题回复大家吧 首先很多人在猜测 手机是不是好放帮我买的 好啦 这支红色 12 mini 确实是如此 真的要感谢好放大哥在我订不到手机的时候帮我一把了 再来也有观众好奇 12 Pro Max 比较远的最短对焦距离 在拍食物上面会不会有影响 我这样用下来是没什么大问题啦 只要不是那种很小的食物都能拍得很清楚 要是真的太近的话 换到望远镜头来拍也是能够解决的 再来刚才的拍照比较 应该有不少人看出我跑到台中中的白昏那里测试了 嗯 确实啦 每一次的手机评测 我都会尽量去点别的地方测试拍照 怕你们看力啦 虽然这则留言不是在问问题 但...感谢你们的支持啦 再来也有观众发问 12 mini 可以玩音乐游戏吗 嗯 刚才我有给各位看过了 虽然音符真的会变很小颗 但萤幕变小了 打起来相对也比较不吃力 应该蛮适合母子派的玩家啦 那么其他观众的问题 很多我都有在影片中为大家说明了 这里就不再重复提咯 不过在影片最后 我自己也丢给自己一个问题 刚刚有说四只iPhone里面 12 mini 会是我的首选 不过它有没有办法达到取代我的主力机 三星S20的程度呢 用到现在 我的回答是... 没有办法 但真的很接近了 12 mini 它的颜色 手感与设计 辱获了我的心 但对不起 S20的120Hz 萤幕占比与界面 还是让我想回归它的怀抱 那么你们对于最大iPhone的想法要是如何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喔 拍完这部影片 也象征着我今年的手机评测正式结束了 今年的评测量真的远超于之前 在这途中也学到了很多 成长了很多 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了 之后我会对近年评测的手机做一个总结 说说我的看法 拿着印象最深刻等等的 总之各位就慢慢期待往后的影片与直播吧 好啦 各位可以去休息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掰掰